然后继续对格里德发动起了进攻 但阿萨卡的连击根本是打不过格里德 阿萨卡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狂暴效果达到了极致 攻击力提高80% 攻击速度提高50% 格里德受到了5100点的伤害 博斯对着塔班表示 现在已经没时间犹豫了 塔班也决定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 两人都使出了增益技能 现在阿萨卡的破坏力又提高了不少 仅仅一个冲击波就让格里德浮空了 这回使出的是锁链 格里德被锁链控制住了 接着白熊也准备进攻 格里德使出了巴伯兰姆 将白熊打溃了回去 但是阿萨卡已经来到了格里德的面前 然后又掏出了一把武器 猛犬大剑 只见他往格里德的胸前捅上一击 受到了会心一击 受到了25900点伤害 然而 格里德又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挂 只见一道绿光闪出 杜兰借质触发 立即恢复所受伤害的50%生命值 圣光铠甲 恢复系魔法效果加300% 格里德直接恢复了 38850的生命值 没想到格里德如此的巧 波拉克连忙叫上白熊上去牵制 但是得罪了格里德 又怎么会放跑他们呢 帕格马的剑武 杀 竟然只用了一击就解决了他们 队友阿萨卡已阵亡 队友波拉克已阵亡 波斯没想到格里德的实力 居然可以碾压榜上完 然后想要邀请格里德 加入到他们真正的攻 但还没等波斯说完是什么攻会事 格里德就把他秒了 队友波斯已阵亡 然后对着塔班表示 你小子还挺会演戏啊 塔班只好跪下道歉 对不起 都怪我一时糊涂 被利益冲昏了头脑 但是想变强 就得完成任务 格里德告诉他 要是我把这事告诉基书卡的话 你肯定是会被踢出攻会的知道吗 塔班很清楚 格里德也是理解了 塔班装备排行下降的心情 格里德也不打算继续追究下去了 但是 你今后得听我的 作为补偿 我可以给你提供装备 不过接下来 你先跟我去做一个任务 来到Satisfy集团总部 因为事太紧急 后台的工作者们召开了会议 就在昨天 政府发来了一个有趣的邀请函 内容是关于国战方面的 政府想得总排行 前100的玩家组建一支国家队 然后在国内举办一次国战 如果举行国战 想必会吸引不少新玩家加入 大家都觉得举行国战 可以带动宣传效果 这也让董事长充满了兴趣 运营组的组长提出了意见 首先国家之间的战力悬殊太大 总排行100以内的 北没有23人 而我国就两人 这很难进行国家对抗赛 要是缩小人数 那么世界级的竞技赛 也就没什么看点 最重要的是 昨天22点53分 尤拉升到了280级 那也就是说 总排行前五的人 都已经超过了280级 那些榜上玩家实在太强了 比如这位叫雷加斯的玩家 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 一直保持着五道家排行一 他对技能的理解度和战斗 直觉超乎常人 回归正题 至于为什么要提尤拉的等级问题 如果开启国战对抗赛的话 至少要准备三个月 那么排行前五的玩家 在三个月的时间内 肯定能突破300 那也就是说 会出现三转的玩家 一般来说 一转和二转之间 会存在有50级的差距 而二转和三转的等级差距会更大 毕竟按设定上来说 三转都是隐藏职业 到时候如果出现三转 必定有压倒性的优势 碾压其他玩家 一旁的男人给出了意见 如果只是榜上玩家 那就会成为一件很难的事情 但如果是以选拔参赛者的方式来进行 想必宣传和选拔选手的事情 也会变得简单 画面一转 来到多明尼大神殿 这个女人就是多明尼叫教主 名叫伦达 格里德想要得到祝福 但教主有些顽固 神每年只会给忠诚的信徒赐一赐福 就算如达尔教第一圣骑士 作为监护人 利贝卡女儿依莎 被写过推荐书也不行 但当塔班向教主说明了 就是此人承接了 马拉瑟斯和教皇德雷为歌式 态度瞬间发生了转变 格里德大人 见到你很高兴 我会替神赐福于您的 接着格里德掏出了巴伯兰姆 教主给他赐予了祝福 现在巴伯兰姆的属性又增强了 而且还能给自己加攻激励 多明尼教的祝福结束了 接下来就是去如达尔教了 塔班生怕会碰到这里260级的事件 但格里德其实是想要来消灭他们的 因为他们的材料可以制作装备 塔班虽然已经清楚了格里德的实力 完全可以进入总排行前十 但这个峡谷有很多260几的失救 如果太多的话 就算是第一的克劳乌泽也挡不住呀 然而 塔班的身上已经被格里德带上了 马拉瑟斯的斗 这瞬间就引来了290级的 原野Boss失救队长 格里德的目的就是让塔班负责拉怪 然后再上去解决那些怪物 但塔班根本不是这些失救的对手 在Satisfy的怪物分为三个种类 像马拉瑟斯和德雷维哥那样的 是隐藏爆 副本最深处的是副本爆 以及像失救这样的原野Boss 虽然原野Boss是三大类型中最弱的 但能力只可是普通怪物的四倍 塔班根本招架不住这样的怪物 然而 只见格里德瞬间从天而降 一击杀直接把失救队长秒了 凝除掉了失救队长 获得450万零900金验值 升级 获得三根失救金 四张失救皮 七张失救谱 魔法术熔卷风 居然一击就秒了原野Boss 这攻击力属是恐怖 让我们来算算格里德这一击有哪些属性吧 二级杀可以造成攻击力1800%的伤害 加上铁匠的粪能 赫格尼之剑的一队多增加攻击力 刚才刷失救后获得了200点属性又加在了力量上 还有巴伯兰姆攻击完善效果 圣光手套的五连击暴击效果 塔班没想到真的能打败原野Boss 那可真是能蹭到不少道具和经验值呢 然而 塔班下一秒才意识到自己没赫格里德 但格里德肯定是不想让塔班蹭经验的 此时 塔班并没有料到 这悲惨的奴隶生活会在将来给他带来多大的好处 在同一时刻的温斯顿 正义联盟工会受击败马拉瑟斯得到颁奖 七叔卡会长被封为了男爵 从此管理白兰村 正义联盟工会正式进入了爱玲的麾下 每四个月一次 当两轮圆月叠加成一轮的夜晚 布拉迪前海处就会出现一条秘密通道 尤菲米娜找到了这里 尤菲米娜吹起了笛子 可在水中呼吸25分钟 并找到了传说中的地图 如制作 贩卖此地图 可得到莫大的财富与名誉 如把地图先卖给撒哈兰帝国第三皇子 会得到后续任务 尤菲米娜成为了20亿用户 第一个发现此地的人 尤菲米娜来到这里 是为了拿到布拉罕的大地子密幕 生前使用过的宝珠制造法 因为格里德答应过他要制作宝珠的 画面来到白兰村 这个通还在正义联盟的工会 他的目的也是为了找扑罗头盔来 但突然看到 博斯他们退出的感到非常好奇 然后私信问了一下 博斯表示自己前不久已经遇到他 但结果不理想 所以就退出了 博斯并没有直接信地告诉通那人是谁 而且还想邀请通来他们的工会 通很错 难道是格里德吗 他不就是个废台铁匠吗 但翻了一下格里德的信息 他居然172级了 一个月前不才110级吗 他感觉到了这小子很可疑 自基书卡会长当上白兰村领主之后 开始了对村子的全面整治 他们也对格里德只用了一个月时间 就升到170级感到好奇 这感觉让会长都觉得和雷加斯 全胜17升级速度差不多 会长也是知道了他是帕格马的继承人 然后想到他可能是因为传说级 转职任务很困难 所以迟迟没有回来吧 会长也是非常想要看看格里德 到底成长了多少 画面来到格里德这里 格里德想要快点突破200级 获得觉醒能力 虽说每100级就能进行一次觉醒 可以大幅提高攻击等不有水性 但对于传说级的职业玩家 应该起不到多大作用 塔班已经见识了格里德的强劲实力 然后问格里德是如何得到传说级职业的 格里德一想到当年受过的管 没有回答 这跟你没关系 塔班也是为自己的愚昧感非常自责 然后提出直接去卢达尔教大神殿吧 我会帮你做祝福任务 视我利于熏心 寄予了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 既然如此 那就走吧 到了第二天 来到了卢达尔教大神殿 来了之后 教主非常乐意地给格里德献上了祝福 他也是知道了格里德主角教皇才变得如此热情 格里德本以为他会为了圣光套装大胆出手 但也还是要不得不防范 教主告诉了格里德 如今亚坦教一直行事诡秘 没有人知道亚坦神殿真正的位置 如果想要受到亚坦神的祝福 可能会很困难